海洛因對承因者的傷害其實是最嚴重的 只要吸食一次就會承認 沒有旁人去協助的話 可以斷定他幾乎一輩子就是都是這樣 沒有辦法自己也沒有辦法戒指 承因者他們都會注意自己本身的狀況 他們看不到外界 這個時候我們要引導他去看看外界的世界 360行 行行出狀元 今天散督用演繹的方式來帶大家看看 你不知道的冷門職業 解讀師 今天有三位承因者來到戒毒所 他們分別是K他命承因者 安非他命承因者 以及海洛因承因者 他們能順利的擺脫毒瘾嗎? 他們毒瘾發作時又有什麼症狀呢? 你的名字叫 蟹三肚 蟹三肚 OK 這人是服用武藥物 K他命 我可以上廁所嗎? 你的名字是 黃玄玄 黃玄玄 OK 你這人是服用武藥物 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 你的名字是 叫我借宅就好 借宅 這人是服用武藥物 我本身說四號 四號 四號 還可以 對 好了嗎? Kelamine它在藥物裡面分類其實是三級毒品 它沒有到那麼重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很容易取得的藥物 它的症狀其實第一個會傷害你的鼻腔 它吸食的方法其實很多 最主要它會傷害你的膀胱 讓膀胱纖維化 大概用了多久 請問這裡有廁所嗎? 有有 空間你要上廁所嗎? OKOK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我等你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沒事 好OK嗎? OK 那我們就繼續問下去 好 OK 那你大概不用藥物要來多久 不好意思 再走 OK 沒關係 不好意思 沒事你還OK嗎? OK 那我們就繼續 好 那你不用藥物要來多久 三年 三年了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來多久 真的嗎? 我再一次 我再一次 這就有一次 這就有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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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纖維化 代表你裡面的膀胱壁 它已經變得很薄了 你裡面沒有辦法擠尿 你只要有尿的話 你就會想要馬上尿 但是他們去尿的時候都會特別痛 一直叫啊 很痛啊 基本上是 無解 對它只能靠人體本身有修復機制去做修復而已 阿菲他命它算是比較嚴重的藥物 它歸類在二級毒品 疼啊 胺啊 還有病毒 對你只要聽到這些東西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阿菲他命 它的症狀其實算是蠻嚴重的 其實阿菲他命的症狀 第一個是會有幻聽幻覺 它會覺得或許旁邊有個人在跟它說話 可是其實根本就沒有人 提到症狀幾乎可以跟一級毒的相比 阿菲他命它對你的神經會造成很大的損傷 非常非常的大 情人難流 愛人總是難流 我是容易受傷的男人 還有嗎 感知的問題啊 或者是說精神上的問題 它最傷害的應該就是大腦啦 對 那大概是什麼時候用的 一樣 一兩年前喔 所以用了大概兩年左右 對吧 旁邊什麼啊 一直有人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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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旁邊 你看外面的葉子 對啊 應該是葉子在動 OK嗎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囉 OK 那你來這邊你有沒有對自己有什麼期望 我可以改嗎 想要改一改 對啊 OK 所以今天你是不是爸爸媽媽帶你過來 他好像可以賣服 怎麼了 一直看阿 一直看 你是說旁邊的那些東西阿 就有人阿 有人阿 OKOK 沒關係那你先看我就好 先不要管他 OK嗎 要一直看我 沒事沒事 先看著我就好 OK嗎你要問我 待會就可以了 待會就結束了 再一下下就好 再一下下就好 馬上就好 OK嗎 那我們就繼續囉 所以你對你的期望是希望能夠把 標誤戒掉 OK 那你今天 到底是要問多久啦 沒關係你 沒關係 慢慢來就好 可以嗎 馬上就OK了 OK好 如果真的不及早把他拉回來的話 其實可能一輩子就會這樣 對 海洛因就嚴重了 海洛因被歸類為一級毒品 基本上服用他的話 幾乎啦 很難 要再帶回來 他的症狀其實很多耶 譬如說像上吐下瀉 包含忽忍忽忍 再加上他最嚴重的是提藥之後 他會六七五任 這些都是被藥物控制的後果 欸 你們的冷氣可以幫我關一下嗎 好像有點太強耶 還是幫我看一下好 好熱喔 快點啦 很熱啊 有沒有人啊 快點啦 快點啦 海洛因對成癮者的傷害其實幾乎啦 全神包含你的痛絕你的思想 加上你完全不能控制你自己 對他是最嚴重的 只要吸死一次海洛因就會成癮 基本上如果沒有旁人去協助的話 可以斷定 他幾乎一輩子 就是都是這樣 沒有辦法自理 沒有辦法戒指 OK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課程吧 摸那面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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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摸那面槍 對 感覺它櫃子 櫃子 對 用手去感覺它 喔用手 對 感覺 找出這兩面槍的差別 一樣 摸那面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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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為了什麼 想一下 治療啊 治療嘛 很好 那就聽我的 OK嗎 你要摸那槍可以幹嘛 我在幫你 到底可以幹嘛 摸那槍 來 你摸得到吧 應該做得到吧 做得到 我好了嗎 很好 很好 那我們再繼續 再做一下 OK嗎 摸那面槍 很好 黑色的 嗯 四步 嗯 有五隻 很好 找出這兩個 螺絲的答案 第一堂課的名字 其實叫客觀性練習 等就是 將你的注意力外放 因為其實像成癮者 他們都會注意著 自己本身的狀況 他們看不到外界 這個時候我們要引導他 去看看外界的世界 好讓他們把注意放在外界 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體上面 如果成癮者在演練的過程中 有反抗的話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鼓勵他繼續 反抗其實很正常 因為他們不知道 這個到底在幹嘛 但是做久了之後 他們會在這堂課當中 會學到很多 他們平常根本不會注意到的事情 喂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OK 感覺我的雙手 有感覺上來 很好 會癢 OK 那我輕一點 會癢嗎 沒關係 有感覺到我的雙手 有嗎 有嗎 很好 感覺我的雙手 有啊 很痛很痛很痛 很痛 OK 那我再輕一點 這樣OK嗎 好好好 感覺我的雙手 不溫的 不溫的 很好 感覺我的雙手 你會不會親我 不會 第二段的課程叫做 援助法 對它其實本名叫客觀性援助法 援助法最主要是接觸你的身體 對讓你的身體的溝通能力能夠變強 一般來講 譬如說像 阿彌他命 戒斷症狀出現的時候 腳去踢到左腳 你不會感覺到痛 但如果你感覺不到痛 那其實就是真的出問題了 做援助法的用意就是 讓你的身體能夠跟你自己恢復溝通 如果成癮者在過程中感到不舒服的話 其實我們會去引導他去做 我們要讓成癮者知道說 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做得到 並不是什麼事情他都沒辦法做 第三個課程叫做 處在那裡 處在那裡 就是兩個人坐在一起 我們雙眼閉著 這個用意是讓你能夠靜下心來 你去感受周遭 其實周遭其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壞 去感知周遭 你會有聽覺 會有觸覺 這些東西都是你可以去注意到的東西 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你可以去感受世界阿 可能風阿 或是其他的東西 最主要是讓你的心能夠靜下來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處在當下的感覺 那為什麼要做面對這個演練 其實很簡單 我們在外面其實面對的東西特別多 你在服用藥物的時候 你面對的是藥物 但在這裡你只需要面對 最單純的 你只要單純面對我就好 這可以增加你面對任何東西的能力 對我覺得面對是一件 算是自信重建的一個很有效的演練 我覺得很簡單 覺得很簡單 沒關係你試著去面對我看看 就看著我 當然很簡單很單純的看著我 OK嗎 好 那我們就OK 繼續喔 為什麼要做逗弄這個演練 簡單來講話語對我們來說 它只是一段話 有時候像我們人常常都會變成說 你講我一句話我會生氣 你剛剛罵我什麼 我很生氣 但其實它就只是一段話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 並不會傷害到自己阿 那一段話過了這一秒講完 下一秒就結束 要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話語對他們來講是 並沒有殺傷力的 對他們還是可以做好他自己 我現在講的所有的話都是 有這種 也就是講話或許會比較激烈的 把它當成它是身外之一 欸你超黑的 你媽媽你很黑你知道嗎 幹你那媽跟木炭一樣黑 跟那個地板上的灰塵一樣的 媽媽皮毛的外繞我幹嘛 出來見客人喔 你越南來囉 你就打一聲給我看看 那台話嗎 那台 欸你超黑的 媽媽你很黑你知道嗎 幹你那媽跟木炭一樣黑 跟那個地板上的灰塵一樣的 媽皮毛的外繞我幹嘛 出來見客人喔 要不要幫你鼻孔打個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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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者需要多少時間去戒斷 其實這都依個案去定 有的可能三個月結束 甚至有的到六個月 這都需要去依照自身本身的問題去解決 最快跟最慢我有遇過兩個多月人 就是所有的問題全部解決 包含森林包含森林 最久的我有遇過八個月 對 但是八個月那個是賴著不走 呵呵 他覺得這邊環境很好 我們跟成績者相處的模式是 我們把他當成自己的兄弟在看待 不會像是你們大家平常所認知的 可能欸我高女等你就是吸毒犯 不會有那種歧視的問題 也不會像監獄一樣這樣子去管控 我有遇過就是有再回來的學生 那其實為什麼他會再回來 其實簡單來講 他覺得這邊對他有幫助 所以他才願意再回來 或許就是一時不小心偏差 又走回去的原因 對但是其實蠻少的不多 做這個工作有什麼心得 我覺得對我來講算是一個能夠幫助人 他對我來講是一個最大的價值 你幫助到一個人 讓我感到心情覺得愉快 因為你幫到他了 這對我來講是最大的收穫 吸毒的快樂只有一瞬間 但要擺脫可能要花一輩子 不僅傷身體還會讓人傾家蕩產 我們不僅要對毒品說不 更要幫助身邊已經染上毒印的人 讓他們知道其實有一個溫暖地方 可以陪伴他們 鼓勵他們 讓他們一步一步脫離毒品的束縛 謝謝一隻為成因者附屬的戒毒師們 你們讓污辱歧途的人們 看到了新的天空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去爆紅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